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前幾天的東超聯賽呢 今天的體壇鬥太 我們也邀請到資深體育主播陳亞里 亞里哥來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亞里哥好 馨姨好 大家好 好那我們講到這個前幾天的東超聯賽 當然了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新北國王隊的 林書豪跟林書偉的林家兄弟 他們對上的是南韓KBL SK騎士 那當然了上半場林書豪有說因為太緊張 打得有點急所以表現有點不盡理想 不過下半場的林書偉狂紅19分 也讓新北國王隊拿下勝利 而這一次的比賽呢 大家關注的其實還有林書豪 跟南韓選手金善恨的互動 因為先前林書豪有一句話也引發討論 當然事後他也有澄清 而林書豪在東超前比賽之前呢 也有去跟金善恨打招呼 來就是質疑一下 帶你來看這一則報道 已經說我需要說的 他我只是要他知道我不是不尊重他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我對這個非常敏感 新北國王球星林書豪 之前被問到南韓第一空位金善恨 其實很崇拜他 但當時林書豪說不太認識他 這句話引發討論 我永遠不想當另外一個角色 去不尊重一個年輕球人 這個他已經知道了 東超首戰賽後記者會 他再度澄清 強調已經跟金善恨溝通 還一起拍照留念 把話說開 林書豪在比賽中攻下十二分 至於金善恨發生三次失誤 只拿下了四分 但金善恨賽後也提到 其實林書豪還有林書伟 比賽都打得非常出色 而他自己最近也是從傷病當中恢復 希望下次會帶給球迷更好的比賽 而林書豪也有前來致意 他不是刻意說不認識的 我們其實都是互相尊重 兩人的互動回到體育交流 今年的目標我覺得就是冠軍 唯一的目標就是冠軍 兩個冠軍 另外林書豪的弟弟林書伟 也跟哥哥合體出賽 拿下二十一分表現亮眼 林書伟說能跟哥哥聯手 真的非常高興 未來希望能夠一起 繼續拿下好成績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好當然剛剛新北國王 對林書伟也有說就是希望拿下冠軍 那明天這個P-League開幕賽也要開打 就是富邦勇士對上新北國王 但是先前呢 昨天楊敬明也被宣布 這一個賽季要競賽十五場 另外戴維斯呢 則是被競賽二十場 不知道這樣子對新北國王 會不會有沒有可能面臨挑戰 還有P-League這一次洋將的規定有改 就是變成四截八人次 對台灣球員有什麼影響呢 請教亞歷格 那當然現在台灣有兩個職業籃球聯盟 包括了P-League以及T-1聯盟 那當然剛才新一講到了 在新賽季 P-League明天就要來正式開打 不過另外一個直籃聯盟 T-1聯盟則在10月底 10月28號他們新賽季就已經開打了 那這一次P-League 那他們的洋將 那四截八人次這樣的一個洋將 是感覺上是有點朝T-1 相同的這樣的一個洋將使用方式來做這樣的一個靠攏 那當然也有人講說在這個賽季結束之後 其實兩個聯盟可能未來會做整合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就以靜觀其變 因為以現行的他們洋將的一個使用四截八人次的話 那可能會壓縮到我們本土球員在場上表現的一個機會 那剛才新一也提到了楊敬敏跟戴維斯這位新台灣人 其實他們在場上的表現是沒有話說的 那不過他們因為場外的一個問題 戴維斯是因為家暴的一個問題 那遭到了聯盟競賽二次場 那楊敬敏則是因為 陶瑟風波 對陶瑟風波背叛他的婚姻了 那在6月份的時候他曾經發表聲明說 是要離開球場 那回歸家庭 那只不過這一次 好像透過這樣的一個競賽主分 那也現在聯盟這邊也確定楊敬敏 是有登陸在新北國王這個新球季的這個名單了 那當然戴維斯可能要等到下半季 才會重新回到球的 因為一整個賽季總共40場比賽嘛 那一口氣被禁了20場之後 戴維斯現在要回到球場至少等到下半季了 那楊敬敏 那現在競賽15場之後回到球場 那當然 我覺得 以他這個過去聯盟的MVP 而且是球員工會理事長這樣的一個角色的話 那當然在戰力上對於新北國王是絕對有幫助的 那剛才當然我們透過新聞的報導也看到了 林家兄弟林書伟跟林書豪在雖然正式的賽季還沒有開始 但是林書豪在第一場比賽啊 面對南韓的這樣的球隊 SK這個首爾騎士隊這樣的一個表現啊 我覺得你林書豪這樣的一個表現 他那天是拿下12分 8籃板9助攻 其實也是接近準大三元這樣的一個成績 那剛才星儀也提到了 蘇偉雖然整個上半場只拿了2分 不過整個下半場大爆發 下半場拿下19分 包括了5顆3分球 有一句成語說兄弟同心 奇力斷金 我覺得有林家兄弟加盟的新美國國王隊 今年的確是 Plus League這個聯盟 可以說最熱門 奪冠最熱門的一個球隊 是 我看起來這個富邦勇士可能要稍微緊張一點 好 那我們另外來看到的是中華職棒 中華職棒 台灣大賽G5呢 在今天晚上就在現在呢 就在天母的棒球場在戰 是魏全龍對上樂田桃園 那麼這一次呢也說是洋投大決賽 像我們看到魏全龍派出的是布里漢 但樂田桃園派出的是威能帝 所以想起掉亞里格 這一次布里漢 因為他只有休息的時間比較短 有沒有可能會影響他的表現 因為好像現在看起來魏全龍是落後的 落後 而且落後很多啊 那當然對於洋投來說 投一休四 我們過去看王建民在美國職棒 大聯盟當中啊 先發一天然後休息四天 這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節奏 只不過當這些洋投來到亞洲職棒 不管去到日本職棒或者是 台灣的中華職棒也好 基本上他們大概就是一個禮拜 先發一次 那布里漢今天在投一休四的情況之下 結果四局都沒有投完 就丟掉了六分的自責分退場 我剛才進來錄影之前看到打完八局啊 今天八局打完之後 比分是11比0啊 看起來樂天桃園隊是要在整個台灣大賽啊 是要來率先取得team牌的優勢的 今天整個樂天桃園隊不僅是打擊大爆發 打完了八局之後他們有15支安打 包括了三支全力打 很多人講說 在整個這個台灣大賽前面四場比賽啊 今年例行賽最會打全力打的樂天桃園 怎麼一支全力打都打不出來 結果今天15支安打裡面也包括了三支全力打 而且朱玉賢啊 這位長打火力相當不錯的一個選手 朱玉賢今天單場 雙響炮的演出啊 打完八局個人只有三分打點 而且很有可能他是今天這場比賽 勝利打點的候選人 當然剛才看到圖卡威能蒂 這位在今年9月份 才在樂天桃園一軍亮相的這名投手 當然他來自於多明尼加29歲 他的英文名叫做Pedro Fernandez 那威能蒂今天哇非常血汗啊 投完八局用了125顆球 但是他今天這八局投球內容非常非常的精彩 八局投球送出了有13次的三陣 給衛權龍隊打者 衛權龍隊打了今天 在整個威能蒂的壓制之下 可以說是一籌莫展 所以八局打完之後11比0 所以就像我剛才講的 今天樂天桃園可能就是這樣比賽打完之後 就是率先聽牌了 就要看看明天的一個衛權龍隊 能不能把戰線啊延長到星期天 第七場比賽來預決勝負 是的確看起來今天晚上這個樂天桃園 可以說是大爆發 那看完中華直報 我們來看到了是美國職棒 現在呢大家關注的 當然就是二刀流大股翔平 他在球進結束之後成為了自由球員 那麼目前呢天使 跟他的這一個獨家的協議的時間 已經結束了嘛 那目前天使給了6.6億台幣的合格報價 那但是大股翔平呢 大家都認為有可能他會落腳到齊隊 而且有望拿到超過161億合約 另外還有日籍的天才投手三本油田呢 他也將挑戰大聯盟的舞台 一個銀棒獎 當然大股翔平很多人提到他 雖然在今年8月份就已經是沒有在大聯盟出賽了 而且在整個9月份10月份就開刀 動他的整個右手肘的一個韌帶的一個修補手術 明年一整年大股翔平是沒有辦法二刀流 只能夠以打者的身份來出賽 不過在今年成為球季結束 成為自由球員之後 在天使隊擁有5天可以跟他獨家來進行 議約的過程當中 竟然天使隊只有提出所謂的一個 quality offer 也就是合格報價 合格報價多少錢呢 大概只有2000萬美金出頭 要知道大股翔平 今年在整個天使隊給他的一個薪水就已經是 當年是3000萬美金的一個薪水 那在這5天的一個獨家議約當中 天使隊竟然只有提出 2000萬美金出頭的一個合格報價 擺明了就覺得 他們可能自己覺得留不下大股翔平 那現在當然包括了天使在內 很多支球隊 據說有超過10支球隊 要來爭取大股翔平的一個加盟 那開出來的一個合約 根據美國的一個權威媒體 ESPN的一個分析 很有可能大股翔平是爭取的一份 10年以上 現在最有可能是12年 可能是超過5億美金這樣的一個合約 儘管他明年沒有辦法以投手身分出賽 但是單純以打者很有可能 會為他自己爭取到一份超過10年 甚至是12年 超過5億美金 也就是破美國職棒大聯盟記錄 這樣的一份合約 講完大股翔平繼續來談三本優生 三本優生我們知道他 這位25歲的日本投手 已經連續三年在日本職棒 拿下投手最高榮譽的 所謂的澤村賞 那三本優生現在 我們如果拿他跟另外一名 日本投手來比較就是 在去年球技結束加盟紐約大都會的 千賀黃大 他千賀黃大加盟大都會的合約 是5年7500萬美金 但是這一次三本優生 在今天大聯盟官網 今天就是台灣時間11月10號 大聯盟官網發布的所謂的 自由球員的一個最高身價 三本優生是排在第一名 排在第一名 甚至是比今年非常有機會 會拿下國年賽陽獎的教室隊的投手 BLACKSNEIL的一個身價 可能都還要來得高 現在外面的一個評估啊 三本優生 很有可能會拿下 5年超過2億美金 或者是7年 7年啊 7年超過2億美金這樣的合約 這樣子平均年薪 可能會達到3千萬美金以上 是好我這邊要跟大家更正一下 我剛剛講成三本優田 他是日本投手三本優生 三本優生 幫大家做更正 好那我們看完 繼續來看到是NBA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 James Harden他夾錨快體隊之後 沒想到連吞了兩場敗仗 而且兩場得分都沒有辦法破百 顯示 落成四巨頭呢 可能還需要時間來磨合 另外還有 這一個19歲的班馬 溫班亞馬 9號對上的是尼克隊 手感還是不理想 兩場命中率都小於三成 看起來想要請教亞里哥 馬刺這個天才狀元 好像還在交交學費 是不是還不適應NBA壓力太大了 其實整個NBA新賽季開打到目前為止 大概兩個星期 其實我覺得現在樣本數還太少 那還值得我們來觀察 當然欣宜剛才提到了 這兩支球隊都是西區的球隊 我們現在講到快艇好了 洛杉磯這兩支球隊 胡仁隊以及快艇隊 對在新球季開打了這前面兩個星期 結果他們最近不育而同 都是吞下三連敗的一個狀況 而且快艇隊才剛剛 是找來了James Harden來駐拳 那James Harden加上原本的Paul George 加上原本的Kawa Laner 還有Russell Westbrook 現在的快艇隊等於是四大天王 合體F4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四大天王之間的一個化學效應 卻讓整個James Harden最近的兩場出賽 都讓快艇隊吞下了敗仗 快艇隊最近是三連敗的一個狀況 當然講到另外一支球隊胡仁隊 可能就像LeBron James講 他們的傷兵太多 影響到他們開季的一個戰績 而我覺得快艇隊這邊 可能這四大天王F4未來的 如何在球權方面的一個分配 我覺得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朝正面的方向來走 因為畢竟籃球跟棒球比較不一樣的是 籃球明星球員決定勝負的一個比率 是比較高的 你找來了這麼多大牌的一個球員 抱團 那希望當然快艇隊目標就是來衝擊總冠軍 那當然講到了馬刺隊 馬刺隊我們知道進入到重建期之後 籌佐和撞圓謙也找來了這一位 法國的這一位超級中鋒 維馬亞馬 那當然斑馬在這個賽季的一個表現 其實在整個我覺得馬刺隊這邊 我覺得馬刺隊今年進攻上面沒有什麼問題 馬刺隊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 到目前為止開打的前面這八場比賽 失分真的太多了 他們平均每一場比賽的失分啊 來到了125分 他們在西區可以說是 失分最多的球隊 在整個美國NBA 美國直籃三十支球隊 他們也只有比 東區的華盛頓巫師隊 要好一點點而已 當然維馬亞馬 他的天分是毋庸置疑啦 那身高也擺在那邊 只不過我覺得對這樣的一個年輕的狀態來說 還是要給時間來讓他成長 馬刺隊其實不用急 馬刺隊今年 並沒有像是胡人像是快艇 剛才我們提到那些球隊 有所謂要打進季後賽的一個壓力 當然如果馬刺隊能夠打進季後賽 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沒有 辦法打進季後賽的話 慢慢的不要壓苗助長 讓維馬亞馬能夠 循序漸進的一個成長 畢竟以他現在的一個體型 大家如果有看NBA比賽的話 他體型還是比較單薄一點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 要給維馬亞馬 足夠時間來歷練 美國NBA這樣的一個高強度的一個球風 是沒錯 當時選秀的時候 斑馬他的呼聲也是非常的高 當然也希望他越來手感越來越好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亞里格 今天來到現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亞里格 謝謝欣宜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知道說體育賽事 除了大家看了非常的熱血 帶來最多的其實當然就是商機了 我們看到亞冠賽也就是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 即將開打 在日本隊的宮崎展開了集訓 教練球員全部都到齊 在今天呢也跟獨賣巨人進行練習 賣力跳動大聲吶喊 唱起球星的招牌應援曲 就算沒有樂器 球迷不減熱情 這裡是日本武士隊 亞冠賽宮崎集訓地點 也是重要的棒球勝地 為了備戰亞冠賽宮崎的集訓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日本隊透過跟職棒隊的練習 來達到以再養戰的效果 而且供應這地方 過去到現在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集訓地點 我非常喜歡 我弟弟也想要練習 所以今天開始了 抱著年幼孩子 帶著太太從鹿兒島來攻擊看球 就是為了喜歡的棒球 像他這樣的日本球迷還不少 十號和巨人隊的練習賽 非假日就有千名觀眾進場 談到宮崎的棒球熱潮 住在九州地區的山田先生相當有感 今年二月就曾經隨著TPS團隊 腳步來到宮崎球場 採訪經典賽的日本隊陣容 亞冠賽集訓再次來到這裡 山田先生表示 宮崎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適合各項運動 宮崎每年靠著職業球團的一地訓練 帶來不少前朝 根據資料顯示 2021年在宮崎舉辦春訓的球團 日子有獨賣巨人 廣島鯉魚二軍 養樂多二軍 福岡軟營 習武師 歐立士 樂天經舊二軍這麼多隊 運動商機逐漸發酵 日本的話 這個宮崎應該是全日本最重要的 集訓的地方 那其實不只是棒球 包括職業足球國家隊 也是在這邊集訓的 那宮崎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主要的集訓的中心 其實就是本來巨人隊 平常在用來做春訓球訓的地方 對 那它一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它本身這個場地 非常的大 非常的豪華設備 非常的充足 宮崎順地運動熱潮 隨著球員精彩表現 商機滾滾而來 TBS新聞李維華 藍明 日本宮崎採訪報導 晚上十點 謝謝大家今天的陪伴 我們下週見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